好 各位好 我是小新 7月份又是一波新机潮 最近这几天各家搭载骁龙8 Plus的手机就陆续发布了 虽然说这次骁龙8 Plus的性能表现和发热的控制都很不错 但是在长时间玩游戏或者说在夏天的户外的话 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发热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风冷散热的手机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手上这台是红膜刚刚发布的7S Pro 透明后盖的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配合风扇这个地方的RGB灯效在光纤暗的时候也是比较酷的 官方命名是刀锋透明银翼版的配色 每次看到这种风冷散热的手机 我就会想起来2018年的时候 在巴塞罗纳上面的MWC上 努比亚就展示过一个风冷散热的工程样机 当时给手机配备了有四个风扇 四个角落好像有起飞一样 看起来还是很强的 那么在当年大家都很头疼手机散热问题的时候 努比亚就很大胆的去尝试了风冷散热 那么在经过了几年的更新迭代 现在红膜上面的风冷散热已经非常成熟了 其次这款手机还有屏下摄像头 135瓦的快充 还有5000mAh的大电池 整体的配置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来看一看游戏的实测效果 首先来看一看常规的室内环境 大概是26度左右的温度 其实这个结果是可以猜得出来的 对于这种主打游戏鼠应的红膜来说 肯定是没有什么压力 没有什么难度的 毕竟其他没有风冷散热的手机 成绩也都很不错 先来看一看王者荣耀 画质调到最高 因为目前还没有开放120帧 加极致画质的选项 所以目前最高只能选择120帧 加高清画质 那么连续高强度运行一个小时之后 毫不意外的是几乎一条线的 非常的稳定 背面的最高温度也只有36.4度 比默认待机的时候的温度 只高了4度左右 手摸上去还是感觉不到明显的温度的 这个成绩确实还不错 即便以后支持了120帧 加极致画质的话 这个表现应该也是比较稳的 然后再来看一看原神 画质还是拉到最满 极高画质加60帧的模式 室外跑图 轻地脉再加刷怪 一个小时下来平均的帧率是59.7帧 也是非常稳定了 背面的最高温度来到了42度 稍微有一点点温温的感觉 连续跑一个小时 这个成绩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 大家觉得满意吗 虽然说游戏的表现很不错 但是由于采用的是风冷三热 所以也一定有一个逃不开的问题 那就是噪音 那工作室的同事 这几天晚上把手机拿回家 在屋里测试游戏 结果差点被习夫给揍了 不是因为在家里打游戏 而是因为这个噪音稍微有点大 有点影响对方 那风扇有这个智能和急速两个模式 在打游戏的过程中 即便你选择的智能模式 也会全速地去运行 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噪音的区别 那如果说你特别在意这个噪音 强制关掉风扇的话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原神运行30分钟之后 真律波动并不是特别大 说明这个没有降频 但是这个温度确实是比较高的 背面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8度 集中在这个进风口的位置 那么进风口本来就是 把这个风呢直接送到核心区域 关掉风扇之后呢 反而是把这个优点呢 变成了缺点 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把风扇转速呢 在系统当中设为高中低 三个档位可以选择 不想那么吵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低档或者中档 温度呢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室内的成绩呢 完全不出意外呢 那肯定是非常稳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跑到室外 看一看具体如何 那最近呢 升降制度也比较高 属于是闷热的这种状态 和其他地区呢 可能会有些区别 所以说呢 这个室外的测试呢 也仅供参考 好 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户外的环境 大概是33度左右 为了有个对比呢 我们就找来 刚刚发布的小米12S Ultra 首先呢 是一个小时的王者容量 红膜7S Pro的表现呢 还是非常的稳定 一直是一条直线 平均的帧率呢 是120.36帧 中间呢 也没有任何的波动 在室外闷热的情况下呢 这个手机的背面的温度呢 最高是41度 这个表现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么再看看小米12S Ultra 表现呢 也很不错 不过呢 在室外打游戏的时候 必须要手动开启 这个性能模式才行 否则的话呢 即便你开启了120帧 也会降到90帧左右 通过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 开启性能模式以后 表现也是非常的稳定 平均的帧率呢 是116帧 温度呢 是42度 作为一款国民级的游戏呢 各个手机 对于王者容量的优化呢 看来一直都还是挺不错的 再来看一看原神吧 红魔7S Pro的这个帧率呢 依旧是非常的稳呢 一个小时的高强度测试下来 平均帧率依旧是有59.7帧 游戏的过程呢 也没有太大的波动 那背面的最高温度呢 稍微高了一些啊 有45度 这个数据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户外的这个温度呢 是比较高的 那么小米12S Ultra的表现呢 就比较一般了 4分钟的时候就开始降频 虽然中间有过一次回声 但是到了8分钟呢 基本就锁在了45帧的这样一个帧率 那一个小时测试下来呢 背面的最高温度呢 是45度 看来室外呢 对于手机的这个散热的压力呢 确实是比较大的 那大家对于这两款手机 在室外的表现还满意吗 好 那所以说啊 散热还是风冷的效率比较高 通过风扇呢 把这个热气给吹出去 这个冷气的效果会更快一些 但是呢 有力也有弊 因为有了这么大的这个风扇的进出风口 所以说这台手机的防水呢 肯定就不太行了 那日常使用的时候呢 要更加小心 万一掉进水里 那可能真的就是小命不保了 那么在手机的这个细风领一远 能坚持做风冷散热的 也没有几家 也没有几款 那大家会为了玩游戏 去选择那种游戏手机吗 也欢迎留言分享 留言讨论一下 那我是小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